随着我国迎来开斋节所办的斋戒月事集 恐怕将带来第四波新馆肺炎疫情爆发 由于外资走跌 疫情重来 社交媒体上近日出现了国盟 是失败的政府的标签 对此首相署前部长拿督在以一部炮轰国盟政府 已被证实是失败的政府 因此促提前 在今年中旬举行全国大选 选出国家新领导层 他说 大马如今面对的主要问题 并非经济不景气或新冠肺炎疫情 而是软弱的中央领导 最关键是要有一群有能力的领袖 才能带领我们摆脱这困境 我认为 以及许多人也相信 现有政府已明显失败 在伊伊布拉辛告诉自由今日 大马指出 大马能改变这情况的唯一方案 是举行全国大选 因此促请领袖和国家元首 重新检讨这课题 他建议首相丹斯里木尤丁 成为过渡首相 长达三至六个月 但大选的准备工作 必须从现在开始 他承认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在大选后增加 但国家越来越糟糕 因此全国大选 才是摆脱困境的最佳出路 巡集在全国大选举行前 先组成一个包含所有政党在内的联合政府 专注抗议仪式 他认为 这一建议并不合理 因类似政府仍有 可能会面对争权和内斗问题 前首相纳吉今日 在面子抒发贴文 表示感到纳闷 国盟因抗议失败 及无法管理经济 饱受抨击 甚至被贴上失败 政府的标签之际 巫统和国阵 仍然继续与国盟站在 同一阵线 我对于评价失败政府 感到羞愧 而且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 至今巫统和国阵 还与失败的国盟政府 站在同一阵线 除非把职位看得 比国家 个人和党来得更重要 他坦言 当国盟政府于2020年10月 在没有与巫统商议的情况下 建议颁布紧急状态 和冻结国会 已经意识到国盟政府 居心不良 我发现 这无助于对抗新冠肺炎 反之将弱化 国家经济和外资 这也导致只有 微服优势的执政府 继续处于不稳定的状况 至今已经充分证实紧急状况 无助对抗新冠肺炎 而且与第14届 全国大选比较 我国的外资投资额 下降至东盟最低 他感到遗憾 在发出劝告之际 被有心人士 视为是支持安华 出任首相之举 以解决 各宗被提控的案件 再次准备 整个月 提案 再次准备 至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